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大家好这是我的 大四小评啊大四小评呢今天谈一个 这个相对 这个 专门一个的话题 这个专门话题我要谈那个最高法院 因为关于这个法院呢现在 有很多对他的争议啊甚至 有人怀疑啊这个最高法院是不是 美国 政治斗争的工具啊 党派的工具啊有一种这种质疑 然后呢最后去动员这个 动摇对美国最高法院的信心啊 当然这是集中的一方面因为这个选举官司的结果啊 以及 可能面临的选举官司 现在最高法院还有两个很关键的官司就是在这个摇摆州啊 宾州和 白卡啊有两个官司呢要到最高法院去 那么现在呢川普总统又在这个时候提名了一个大法官啊巴雷特 那么巴雷特法官呢 上位的这个当口呢 很多人 就在那说 哎你如果最高法院 打选举官司 川普那个官司你最好 别干啊你别参加 逼着他表态 那么 川普总论也说过就是说也许这个官司打到最后呢打到最高法院去 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名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呢因为如果4比4的话就没有结果 那么5比4呢就会有一个结果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被一些 自由派或者民主党队友的人就抓住把柄说你看川普 这时候要搞一个大法官去最高法院去 最后他会不会 为川普站台 我觉得 很多看法呢都是居于一种啊 这个 熟人啊 这个 在边上啊 对美国的最高法院的一种 这个 基于熟人的一种想法 可以这么说啊 真的是这样 这个节目呢 我就是要讲这个最高法院 在他的这个历史中啊 所谓的 是不是党派斗争的工具 这个党派斗争的工具这几个字我都觉得用的不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 根据这个 主流的研究观点 最高法院啊 这些人呢 他进入最高法院 他没有这个党派之争啊 之争这个这样一个 一个说法 他只有基于他的价值基础的一种 这个 投票行为 法律解释行为 所以你要用 政党斗争来形容 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中 判决案子中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就是 贬除了这个最高法院的这样一种 神圣的一个地位 那么刚才也说了 最高法院这个法官呢 在这个 他的这个判决中呢 往往 具有主导地位的是 他的这个 既定的 法学价值 司法伦理 这是最关键的 这是主流的看法 尽管我们会认为就是这个法官的这些判决他会 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因素去考虑 那么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次要的 我们要我们要抓一个主流 那么 现在呢 我呢来讲一讲这个1935年到2019年这个有一张 有一张取样图 对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 法官的 思想倾向 ideology 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翻成这个美式的这个 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价值取向 那么用中国的话呢就是思想倾向 那么这些人的思想倾向呢 最终如何的影响他的这个判决 这里是介绍的一些这个 介绍的是一些这个研究的一些 一些一些 不是我老陈的啊 那么我从现在这个这个图呢我最后我是从这个危机上 弄下来的 弄下来之后呢一会呢在这个做节目后期加工的时候呢我会让我的这个导播把这个图放进去 让大家看 最高法院的这个 1935年到2019年所有的法官 在这个思想倾向图中所处的位置 那么从这个思想图呢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今天 讲的这些话 我的结论的一些来源 就是这意思 那么在这个思想图中呢 这个 我有一个抗我有个结论了就是所有的这个法官里头 更多的法官 倾向于自由派 它是两个取向 往上走的是保守往下走是自由 自由派 那么最高法院我们只有 用一个更恰当的词来形容这些法官的倾向是呢 保守派还是自由派 那么这张图上就根据保守和自由派的这个区分 愿望下的这个这个这个曲线愿望下走 说明这个法官越自由派 愿望上走说明这个 法官的 越 保守派 那么整的趋势是什么呢 就我看了啊 1935年到2019年的法官 保守 保守派只有21个 自由派占了多少个呢 占了 29个 这个我是一个粗略的这个统计啊 如果21个再加上一个最新进去的这个巴雷特 22个 大概就这么一个分布图啊 自由派为多 因为 我把 这个图呢在零的零点之上的人呢 和零点之下的人呢 零上零之上是保守派 零之下是这个自由派 那么这个技术的结果是 这个自由派为多 保守派为少 这是一个整个的人数的一个分布图 那么从这里的看呢 这里头有最激进的法官 这个最激进的是最激进的保守派 最激进的自由派 那么他的最 自由派的那个和保守派的那个限制 最高的限制度 是8分 是8分 那么下面也是-8分 加8分 -8分 没有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的这个最保守的程度能达到 超过6 最保守的也没有超过6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在最高法院不存在 所谓的极端自由派和极端的保守派 这个结论也大概可以成立啊 那么最自由派的呢 最自由派的这个 这场阵营里头呢 我看了我大概算了一下 道格拉斯法官 他的这个点数达到了 5.5 这是在自由派里头找到最极端的一个人 就他的评分也就是5.5最高是8 他的评分也就是5.5 那么在第2个呢那个排在这个自由派法官的最自由派是谁呢 就是现在在最高法院的这个索特马越 这个女法官 这个奥巴马时期去提进去的 那么在最保守的法官里头呢 走的最远的是伦奎斯特 他的分是4.3 然后第2个就是托马斯 3.5 这就是所谓的极端派了 在自由派和保守阵营的极端派 那么呢 剩下这些所谓的最激进的和最保守的这个这个基金里头包括最保守的最最最最自由的呢 剩下的都是在 这个中间线上下启动 加3和减3的范围 这是 不管你叫自由派还叫保守派 这些人都在 3 减3加3的这个幅度里的幅度 所以说 这是最高法院的 中流砥柱 因为最高法院是一个集体决策机制 最后是靠属人头来决定 官司随赢 那么你的司法理念 你当然是个词司法理念 那最后 大家摆在桌子上就来算 随举手 赞成这个都 那么就随赢了 所以说 所有的案件判决 都是这个主流这个 不那么极端的力量 绝对的 最高法院的判决 我讲这个呢 结论在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不用担心最高法院的极端化 从这个 1935年的法官的 思想倾向的这个图 这个分析 最高法院基本上就是一个持终的 偏自由派的一个力量 是个持终的略为偏自由派的一个力量 这是最高法院的 整体的一个描述 那么这个最高法院呢 这个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的这个 他的这个 在某一个阶段 他会 自由派的力量 占主导地位 但是呢你会发现 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钟摆的一个现象 一旦自由派力量发生这个 这个占了主导地位的时候呢 保守派力量就会在 最高法院的内部撅起 然后呢 形成了某种制约 那么 罗斯福 1930年代呢 1930年代罗斯福将最高法院 自由化之后 那么呢 有两个法官就开始投摇摆票 这两个法官一个是这个 首席法官 修斯 还有一个就是欧文 罗伯刺 这两个人就成了最高法院里面的摇摆票 就把这个 最高法院偏向于自由派的这种 钟摆呢 掰向了这个 自由派的阵容 这是30年代 到 1939年 也就是这个 这个末期的时候 40年代这个早期的时候呢 更多的自由派 在罗斯福的推动下进入最高法院 那么这个时候呢 自由派 那一旦 得势 保守派马上就会 出现 在最高法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以哈南 首席法官哈南为代表 另外另外一位法官叫文森 文森的那个法官呢 就开始出场 所以说1939年代开始的这场 最高法院的自由化呢 到这个50年代的时候呢 就彻底被流转过了 也就是十来十来年的时间 最高法院进入这个 保守的时期 到50年代 那么到53年的时候呢 最高法院又迎来了一次这个自由派的乱潮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乌龙法官进入 美国最高法院 带来了美国法院又一波自由化 但是这个 这一波的也就是只需了十几年 到1970年的时候呢 尼克松总统 开始任命 伯格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这个时候最高法院又开始保守化 那么这一股保守派 现在这个最高法院的保守 保守力量呢 它等于是从1970年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有克林顿和这个 奥巴马时期的任命的一些法官 开始填通到这个 最高法院去平衡保守派的力量 但是呢 最终没有打破 至尼克松时代以来的 最高法院的保守化的 这种变化 那么现在这一次 巴雷特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人们怀疑就是说 不仅自由派的这个力量没有得到 自由派的力量呢 被抑制 甚至于这个 保守派的人在强化 那么最高法院那个钟摆呢 会不会继续 这就是人们现在对最高法院的一个担心 担心他什么呢 担心他成为党派多争的工具 当然我前面讲过 最高法院不是党派多争的工具 最高法院的法官只根据自己 在这个 价值上的判定 你信什么 来判定案件 跟政党没有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呢 哪个总统 所属的党派 提名了法官 最后呢 变得面目全非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布氏总统提名的 罗伯斯大法官 他开始变成摇摆票 他既不属于这个 保守派 也不属于自由派 他变成那个摇摆派 实际上你根据我前面提到那个图 罗伯斯法官呢 还是在这个 保守阵营里头 他 在这个 在0和1之间的那个位置上晃动 但是呢他的阵容还属于保守阵容 没有把它划到自由派的阵容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人认为最高法院 巴雷特进去之后变成了6比3 变成6比3 当然 也有人说是可能变成了5比4 那么刚才 我讲的这个党派的偏见就是罗伯特 那么这个还有一些 这样的例子在最高法院1935年到2019年这个过程中呢有不少这个 就说这个 所谓的判断者 当然我们用这个来形容的有点贬义 这是有点滑稽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就是说 这些法官他从这个保守 变成了自由派 或者从自由派变成了保守派 那么在1935年以后进入最高法院到现在 2019年这个期间 这些法官里头 经常发生变化 我再举个例子 哈兰是民主党的杜罗门提名 那么最后变成了这个最高法院的保守派 那么呢这个 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 他是 民主党提名的他最后变成了这个 他是这个民主党提名的变成了保守派 尼克松总统 提名的哈里布拉克曼 应该属于这个保守派吧 但是他进入最高法院 变得更自由派 那么布什总统提名的这个大法官苏特 他应该属于想象中的保守派但是呢 他进入最高法院的时候变成了自由派 所以说 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 你不用为这个 这个法官是哪个总统提名的 然后是在哪一个党派占多数的时候被 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通过的 然后你就认定这个人就属于民主党属于共和党 最后就认定他是哪个党派的工具 这个这个看法不成立的 完全不成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最高法院发挥作用 这个看不见的手我们往往是讲的四场 但是我认为 最高法院在保持平衡上 就平衡保守派法官和自由派法官这方面呢 他也有一只手在平衡 这种力量 最后把最高法院两极力量都收拢到中间这个范围以来 这是最高法院的这个 主体的一个趋势 那么最后我在谈呢 这个 最高法院 自老布什以来的这个 两党 提名的这个 人数的情况 那再来看看这个政党 在这个中间的作用 那么我查了一下数据 就是说这个老布什 开始呢 那么他有机会提了两位 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 那么那就是这个 舒特和托马斯 然后呢 马上克林顿又有两个机会 他提到金斯伯格和布莱尔 他提了两个 这扯平了吧 你从这个 总统提名的机会来说呢 也大体上是一个钟摆 老布什提两个 马上克林顿有机会再提两个 小布什 有机会提两个 罗布茨 阿里托 两个 到奥巴马呢 奥巴马又有机会提两个 舒特马又 加Kagan 那么呢在小布什时代 奥巴马也是打平的 在老布什和克林时代呢 提名人数也是打平的 那么现在最后到了川普 现在是共和党 川普掌这个白宫 共和党 这个 掌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川普有机会 巴雷托进去之后 他有机会成功的提名了三个 这样一个提名机会 也有一个钟摆在里头 你不会特别幸运 你不会特别幸运 慢慢的 因为这个政治在交替嘛 政治在交替 白宫和 参议院就开始易主 这时候别的党呢 就有些新的一些机会来提名 那么 这个提名机会的钟摆规律呢 说明什么问题呢 不要因为这一场提名 你要去 彻底的修改 最高法院的规则 你像现在民主党提出的 要去修改这个 最高法院的这个 人数 往里头填更多的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 最高法院你要相信 他有一种钟摆规律 他是不是能够发挥作用 他一直靠一种看不见的手 在发挥作用 从提名的机会 到这个意识形态的 或者叫思想倾向的规律 以及到法官的这个 被提名以后的思想的转变 这都受 某种钟摆规律的支配 那么这种钟摆规律支配 他 没有法律去规律 在毛衣上 没有法律去规律 但是他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惯性 这种惯性呢 我觉得从后人来说呢 应该更多的遵守 而不是应该在 最高法院现在 面临这样一个时候呢 你去摆脱这种 用人为的方式 去改变这种钟摆规律 最后呢 把最高法院变得 面目全非 如果我们把最高法院的 很多规矩改了的话 美国就不是这个 伟大的美国 请这个想改变最高法院的这些规矩的人 三思 更多的去理解 最高法院的这种内部平衡和 钟摆规律 相信美国的最高法院 是一家基于意识形态 基础 去判案子的这样一种机构 美国最高法院如果不走这条道路的话 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地位 如果他是 党派斗争的工具的话呢 最高法院 不会在人民的心目中 有炉死大的这个 崇高的地位 我曾经跟我们的朋友们讲过 不用担心美国 这个 有多大的一个分裂 200 年的时候 布什和戈尔 那场总统的竞争 在美国上下 脚的鸡犬不灵 尤其是这个投票结果 出来以后引发的那个 佛罗里达的官司 打了36天 但是觉得美国要分裂了 美国要内战 但是呢 当最高法院 在2000年 12月22号夜间 把这个判决下来的时候 郭尔马上去向布什认输 那么第2天 美国人民 该干什么 干什么 要服输 这就是我这个节目 想说明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要按既定的规则游戏 要 愿意服输 不要去输了以后 改变规则 好了 这是我的 大小评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有点这个内容呢 有点枯燥啊 但是呢 说的是美国社会的一个 根本的问题 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 自由基石的问题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镇定 这个大起小明节目 谢谢大家这个 点赞 最后谢谢大家 这个转发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